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它放到遮光的地方阴阳 避免被太阳暴晒 由于此时还处于休眠期 植株停止生长 根系不吸收水分 所以需要减少浇水量 份量满足蒸腾作用即可 多了容易造成根系腐烂 而肥料则是一点都不要食用 休眠期中的长寿花不吸收肥分 施肥会烧根最后枯死 当然了 也不能完全阴阳 让它缓几天后再接受散射光 光照太强固然容易使它叶色发黄 但若光照不足甚至无光 不仅枝条瘦弱细长 叶片薄而小 株形也会变稠 破坏了好底子 等它度过休眠期开花时 就会发现花量少 而且花色也不够艳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订阅关注哦 下期再见